上年我们说了2008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汶川大地震 在这场地震当中的无数房屋分分倒塌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在受灾比较严重的四川遗隆界 却有一座已经大概有着300多年历史 丁氏庄园竟然吻死不动地保持了下来 更加神奇的是 这座百年老宅旁的水井 即便是在大汉之年也冲不干活 对当地百姓不叫丁氏庄园为凌郎奇物 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奇物啊 百年古宅屹立不倒 水井百年不干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解开弥寒之前 先给您介绍一个人 就是华明中的秘密 他叫卢培 是西华师庄大学国土基研学院的教授 作为地理专家 听说凌郎村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古宅 忍不住摸全他呢 来到了渔农县 想要一趟究竟 然而还没有走到零 八字算命处 亚诚发布命令 是基于生成八字推广的一门三部处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早长 擅长八字算命运 居家风险会训 零服法律 早长归期 二零八八 二零八八 当时罗教授就了解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我们知道啊 在四川境内大多数都是四川本地人 八属人嘛 但是据当地人说 就一垄县这一个县呢 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是特家人的后裔 为什么 因为在清朝康熙年间 四川地区战乱频发 加上瘟疫以及水汗等灾难 结果都能人口下降 耕地荒废 为了重振千古之国 当时的普世的家里 从广东 湖南 湖北等地 向四川移民 其称 五火 前四川 更巧的是呢 林郎齐武的修建者丁氏 正是苍杨年间 迁到林郎村的客家人 一听丁家人是客家人 罗教授对林郎齐武 就更加感兴趣了 这神奇的百年古宅 会不会具有客家建筑的风格呢 带着这个疑问 罗教授快步往林郎村走 而当他亲眼建造古宅的时候 不禁感叹 的确是一座齐武啊 首先是大 这就是京市庄园 庄园前面挖有六十多米长的 木城河 走进宅院 眼前是莫然开了 近一千平方米的半圆形院 大圆部都有十条性能 其次啊 不管是白墙规瓦 飞烟飘飘飘 还是这些十个木雕 都非常的精美 客家人当中啊 他有这么一个艺术 就是龙种特家 特型天下 所以特家人 他特别的性货龙 崇拜龙 第三 这京市庄园的防御能力极强 您看 古宅的封面啊 有一处很高的建筑 看什么用的呢 它其实啊 是一座雕楼 而进入院子的文艺通道 它就在这个雕楼枪眼的 严密监视之下 这也是特家建筑最典型的课程之一 最后一点 也是丁家宅院最有意思的一点 那就是皇军风格多样 不得不出来 老宅的外院是川北三合院民居样式 而主院呢 它采用的是特家方围的格局 但与特家民居不同的是 院内还修建了 在龟氏民宅当中才能建造的 去水深井 也就是说呀 这丁氏庄园是一座融合了川北风格 灰派建筑样式的克亚庄园 你说它是不是一座棋屋 然而这种棋 倒是让罗教授啊 更加疑惑了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来讲 这么高大的宅院 虽然有利于防御 可是有一点不好 那就是防御越高大 在遭遇地震的时候呢 就往往更容易垮塌呀 然而怪就怪在 这高大的丁氏庄园 天天就一点上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开始啊 罗教授推测 这琳琅齐屋的地基 可能比较特殊